Valentino的双肩背包 其实我Valentino的双肩背包在设计方面 它会采取那种特别简约的设计 也是让像我们不管是各种各样年龄层的人都适合背 而且简约时尚大气 我就双肩包吧 双肩包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自己去小聚啊 到外面去小聚啊 可能只要拿一些钥匙之类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推荐那些滑轮的跨宝 我应该是最喜欢《黄伦天主》的《奇人节》的系列里面的一个白色的底边 然后红色毛钉的那个胯包 我在选择给我的朋友送礼物的时候 比方说要收老师啊 母上大人啊 或者是这个不一样的 可能这个娱乐圈的各个姐姐弟弟妹妹们 有时候送礼物的话 会给他们挑选一些按照当下比较时髦 或者是比较流行的元素 去给他们挑选一些这种包包带带 哦 我最喜欢它的设计是这个《卯丁》的设定 因为其实《卯丁》在很多喜欢Valentino的这些我们这些Fans心里嘛 其实《卯丁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嘛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把《卯丁》的大小也给他放大了 所以在视觉上面来讲的话非常有记忆点 我觉得有点棚客的感觉 棚客 然后摩登 然后有一些未来 未来感 女生我会选 这个《卯丁》这次出的这个大钉包 这次我会选这个《卯丁》的大钉包 那么如果给男生的话呢 我会选择给他一些《卯丁》的这个鞋子 One Start 开戏的瞬间就是看到粉丝们 或者是看到我的这帮练习生的孩子 这个下方的 药丁可以 这一部分